专载自百家号作者,带来娱乐的超级马力章鱼如果成功,那么将创造一个新的历史。 由于章鱼执意要把横杆调整到2米30,裁判长和裁判员也没办法阻止,几人经过短暂的商议,最后还是同意的章鱼的要求。 毕竟从规则的角度来说,章鱼的要求虽然有点脑残,但并不算违规,只不过对众人看来,处于相对优势的章鱼,居然把自己的优势地位拱手让给了娄小白,实话说也是傻得没谁了,跟着娄小白也被裁判叫了过来。 当他得知章鱼居然想要直接挑战2米30的时候,他也是一脸的难以置信,作为一个专业跳高运动员来说,他当然知道2米30代表着什么,这不但但是新的全胜纪律,也是奥运会的却塞及格线。 就算娄小白的跳高圈子混迹了这么多年,也没敢想过奥运会的事情,娄小白当然感觉现在的章鱼简直是疯了。 难道他已经狂傲自大当认为,自己已经具备了奥运选手的标准了,要知道就算你成为了全运会的奖牌获得者,也未必能够获得奥运出场资格。 毕竟全运会的奖牌可是有三款,而奥运出场名额才有两个,自己中高标准,自己连做梦都没想过,对方居然狂妄如此,简直是不知所谓。 当裁判员询问娄小白是否也要挑战2米30的时候,他立刻就同意了,虽然娄小白同意了,但却不代表他肯定会去尝试,毕竟他自认没有相于那么的脑残和狂妄。 因为只要娄小白等章鱼跳不过去的时候,那么也会相信放弃,到时候章鱼三叫失败,最后冠军自然非自己莫属,所以说自己才是笑到最后的人。 当两人都同意挑战2米30以后,裁判员也立刻行动起来,开始尝试将横杆调整到这个省运会上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高度。 场边和场外的这些个运动员、教练员、主持人和观众们看到了电子显示牌上,显示裁判组将要调整个横杆的新高度的时候,几乎全部是目瞪口呆。 所有人都是一个想法,难道章鱼和娄小白两个家伙已经疯了不成? 白羊健壮的有些吃惊到,真的假的? 裁判组居然打算把横杆升到了2米30。 章鱼和娄小白两人到底在想什么? 这根本跳不过去吧,都和健壮一皱眉头。 道,我觉得这应该不是横小白的意思。 小白这个人我了解,他不可能狂妄自大到认为,自己能够挑战2米30的地步,所以这应该是章鱼的意思才对。 章鱼的意思,凡羊听得一乐,跟着游戏疑获得到,可刚刚的情况,明明是章鱼占优才对呀。 只要他能跳过2米2次,那么一样能获得这次比赛的金牌,他为什么还要放弃到手的优势,该跳2米30呢? 这不是有些太奇怪了吗?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,章鱼这人我毕竟不是太了解,但小白人我比较了解,他绝对不会做这种事,只能是章鱼要求,他被动同意才有可能,毕竟这么夸张的高度。 如果章鱼过不去,小白就是冠军,那么他没理由不同意才对。 哦,是这样,那您觉得存不存在这种可能性? 章鱼被别人用了类似于计较法之类的策略给刺激到了,才做出这种不理性的选择的。 别人,你说小白,这我可没说,我只是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? 如果是小白的话,是不可能的,我都说了,小白这人我了解,他做事一项非常有底线,绝对不可能去做这种小动作的,应该还是章鱼自己的要求才对。 对,豆教练说的这么肯定,相信对楼小白选手的人品,还是相当认可的。 不过不管怎么样,2米30确实有点太夸张了。 对了豆教练,我要是没记错的话,2米30这个高度,应该是超过了咱们省记录了吧? 超过了2厘米,咱们的省记录是2米28,已经保持了将近20多年无人打破了。 而章鱼这次选择的2米30更是非同一般,因为这个高度已经是奥运会决赛的及格线了。 国内能跳过这个高度的运动员,一只手也够数了,太不可思议了。 没想到2米30居然是奥运会的及格线了。 对了子珍,你这次不打算用你的女性直觉预测一下,章鱼能不能过2米30? 前子珍文,也咬了腰嘴唇,声音了一下道,我觉得,觉得应该差不多。 白杨文言一笑,道,为什么咱们的美女主持这次答案,变得那么不确定了? 哪有什么不确定? 既然章鱼选择了这个高度,那她一定有自己的理由,我相信她的选择,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 少波文言点头,道,我也支持子珍的看法,章鱼看起来一点都不像那么容易冲动的人,所以我也相信她的选择。 把杨文言笑了笑,道,既然咱们的子珍和善波两位主持人,都相信章鱼一定能过,那么就让我们再次锁定赛场。 看看章鱼这创纪录的一跳,到底是要创造历史,还是要和金牌失之交臂。 精彩比赛马上登场,才派组调整好横竿的高度,章鱼再次登场,可以说她现在几乎是所有人实现的核心所在。 而两米三菱这个省运会上从未有过的高度,已经比身高一米九的章鱼高出了一大截,所有人都感觉有些不可思议。 这么高的横竿,对于身高在金满绝赛运动员当中属于矮个字的章鱼来说,能跳过去吗? 场内外所有,人都知道,章鱼如果成功,那么将创造一个新的历史。 也许未来的数十年都无人敢挑战,她成为人内跳高皆需要仰望的存在。 但如果章鱼失败了,她将成为这次运动会上的一个天大的笑料,也将成为她成神之路上的一个污点。 仔细想想,绝对是得不尝试的事情。 章鱼当然不会考虑这些问题,其实两米三菱对于她来说,也没有尝试过,但这也不代表她是全无压力的。 其实章鱼现在要是东甲点的运势跳法的技能,相信应该挑战这个高度绝对没有问题,但她的被运势跳法的技能,完全是靠自学得来的。 自然不像从系统获得的技能那样得新应手,但却也让她有了一点兴奋感,这在以往的经历当中,也是从未经历过的。